我觉得这个名特别豪奇 这姓就好 姓钱 你看这孩子叫 钱币 钱币 怎么样 就大港币 听了挺结实 钱币 行 格局略微小了一点 钱包 把币装里了吧 把币装里了 不行 钱包格局好像也不太大 钱规 都装里了 都装里了 不行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不行不行 干嘛呢 离不开那钱字啊 是不是多俗啊 是吧 一定要起一个 离钱远一点的 对对对 我起一个 那你说这孩子叫什么呢 钱带子 你看 你这就换了个包装 里边装的还是那对干嘛 不是 那个爸呀 那个还是让岳父起个有文化的吧 对 爸你再想想那样是人 那样是 有点文化 前途 好 前程 哎呀 行啊 这太好了 不好 不行 怎么的了 我不喜欢两个字的名字 你为什么喜欢两个字的名字 你这 哎 我想起来了 他叫点石油点的名字 对呀对呀 是不 啊 你看咱楼上 老刘家那孩子叫刘 刘娟 刘娟 对不对 人家前两天考上大学了 考上北大了 哦还有隔地那个李 李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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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考上清华了 清华读的博士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孩子叫娟比较好 啊 叫 钱娟 啊 对对 俩字不行啊 啥字 钱 捐捐 行 行 啊 这行了 不行 不行 我不反对网数捐点钱 但是我们家也不能扎本了呀 不吃饭哪 这叫两片呗 不行 一天都不行 我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 谁在提钱捐捐这三个字 我跟谁鸡眼 哎呀 你这起个名整记 那叫啥呀 这样这样 啊 我们老家的风俗 咱们壮名怎么样 啥叫壮名是吧 就是推开门 看见什么就叫什么 好使吗 当然好使了 钱顺风他妈生他的时候 对 我为了给他起这个名 憋得我是团团转 没有办法 我只能壮名 我推开门往外一看 一股清风就把我怼回来了 我一看这风这个顺的 于是乎我儿子就叫了钱顺风 自从叫了钱顺风 事业多好干的 哎呀 这得总结点经验呢 是吧 当时你就是推开门就出去了 对 然后一股风把你怼回来了 这是钱顶风啊 爸呀 那叫枪风都好啊 你不管叫啥风 我儿子 钱顺风往这一站 你看 要形象有 要气质 他有 要个头 他有 请了 儿子 你别配合 把他造型了 赶紧出去逛一逛 那我撞名去了啊 出去看看啊 坐坐坐 哎呀 哎呀 有了 叫啥 我儿子叫钱光光 你看见啥了 啥也没看着光光的一片 啥水瓶啊 这都啊 爸 我自己出去撞 你慢点走啊 哎呀 你别管我了 哎呀 撞名行不行 听我的 绝对行 哎哎 我可看着了 你看见啥了 我看着一老太太背一把大宝剑 一个老太太背了一把大宝剑 叫啥 有了 叫钱太监 钱太监 哎呀 你这叫啥名啊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 出门你看啥不好 非看老太太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